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1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印尼籍男子被发现重荡卧室在私人游中巴 他的头部、眼睛、喉咙和腹部都有重荡的痕迹 40岁的死者是本月29号晚上8点多 被发现卧室在尼亚区一座私人游中巴 梅里警局主任艾利秀助理总监证实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 也就是谋杀罪名调查这种案件 梅里警方刑事调查组接获通知后 派出多名核枪实弹的刑警赶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工作 警方目前还在搜捕嫌犯和搜查命案的相关证据 并呼吁知情者到邻近的警察局投报协助警方破案 换个焦点 为了解决沙捞业教师短缺的问题 教育部和教育服务委员会SPP 将从明天也就是8月1号开始 一直到23号进行沙捞业特别招聘活动 公开给所有大学毕业生 不论任何的科系都可以提出申请 沙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长拿多斯利罗伦沙加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12月31号 沙捞业预计缺乏2373名教师 不过在教育服务委员会推动这项招聘活动后 以及教育部今年7月到11月期间填补新教师的努力之下 预计这个数字将减少到1130人 另一方面 罗伦沙加表示 随着最近的天气炎热 沙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布学校应对炎热天气的标准作业程序 因此如果遇上热浪来袭 沙捞月的学校运作将会根据有关程序 及沙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指示来行事 另一个看点 沙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南都阿玛省贵贤表示 他昨天第一次和卫生部副部长卢卡尼斯曼 以及多个相关部门召开会议 以讨论沙政府拨出1亿令吉 和联邦政府拨出5000万令吉 冲作沙捞月18项长旧诊所及医院的修缮工程 预计会在18个月内完成 沈桂贤在脸书分享时表示 这两项拨款是卫生部今年修缮沙捞月 残旧诊所和医院项目的额外拨款 虽然距离所需要的170亿令吉 目标还很远 但他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沈桂贤强调 西马诊所和医院修缮项目所需要的拨款 根本远不及170亿令吉 这也反映出沙劳业医疗设施远远落后 需要采取各项措施以改善西马的发展水平和步伐 据好焦点 沙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拿都成明志透露 武吉阿瑟重建计划已经进入重建蓝图设计阶段 他今天出席活动后受访时表示 土地保管发展局今天脚上向沙副总理拿都阿玛神贵贤 汇报武吉阿瑟重建计划的进度 各个相关部门也派代表出席了 他说武吉阿瑟的重建不只是光呼到武吉阿瑟区而已 而是借着重建计划 对整个书屋未来50年 甚至是100年的水患问题 提出全面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至于设计蓝图什么时候会出炉呢 陈明志表示 这还需要一点时间 先由高层领导对初步的蓝图做出审批后 才能对外公布 接着再征求民间的意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您平安健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